2020年市長盃象棋錦標賽 在市民活動中心舉辦 有長青社會跟學生組三組共同參加 今天在一個滿長的情形之下 我們看到長青局 他們可以把老練的象棋文化技術 來跟好友分享 做一個競爭 社會組也是非常有他們提到的 象棋文化傳承精神 在這個領域上面 他們可以發揮他們最好的一個才藝 在學生組部分 這個是我們要多多推廣的一個方向 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在象棋文化上面 來培養他的耐心 建立他的一個信心 遠離山西長坪 不要現在到餐廳一看 連吃飯都要配手機 這個是對我們小朋友他的成長影響很大的 如果他從小就可以培養很好的一個興趣 在於耐心信心上面的建立 這個對以後他的學習態度 有很好的一個成長的一個培養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個學生組上面可以多多來參與 我們今天看到很多的家長 陪同學生共同來參與 我們看了真的是我們推展方向的一個重要目標 有能夠達成 我們希望更多的學生能夠參與象棋文化這個領域 這個藝術上面共同來推動 讓我們這個享有能夠培養我們這個信心跟耐心上面的一個 這個文化活動 能夠得到大家共同的青睞 大家共同來推動 讓象棋比賽成為我們這個城市 大家共同要參與的一個項目 OK OK